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这里是尼克星拳击的尼克 那接下来每周我将会更新一部影片 从零开始的教你拳击 那如果你是对拳击没有任何的概念 或是想学习拳击 但是碍于地区限制预算考量 没有办法实际去学习的朋友 准时的收看影片 我会从零开始的教你拳击的一切 从拳击的战架移动出拳 拳击的防守 闪躲 组合拳 反击拳 你想学习拳击的一切都会在这部频道里面依序的推出 那这部影片就是你接触学习拳击最好的教材 如果你想接下来每周都跟我慢慢学习拳击 请记得订阅我并且开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发布的影片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身体攻击 那为什么我们要打击对手的身体呢? 第一个 它可以让你的攻击组合变化更多 第二个 身体攻击可以有效地打断对手的呼吸节奏 甚至可以击倒对手 所以学会身体的攻击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身体攻击的目标大概分成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横隔膜 在肋骨跟肋骨之间的交汇处 又叫做剑凸 再来两个是我们左边以及右边的肋骨 这三个点就是我们身体攻击主要攻击的目标 那特别是我们右边这一块肋骨 打到会特别痛 因为里面包覆的是我们的肝脏 所以人体右边这块如果打中的话是特别容易击倒对手 所以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使用刺拳来去打击对手的身体 但是不是这样打 因为像这样子我重心是直的 我的力量没有办法灌注到我的拳头上面 那要怎么打?我们要像这样子打 我们要微微的压低我们的重心 这样才能将我们的体重灌注到我们的拳头上面 那这个是美威色很喜欢用来控制和对手距离的一个技术 每当对手想要靠近他 他就压低重心 打出一个身体的刺拳 限制住对手的靠近 所以在你打的时候你可以顺势的将你的头部偏离掉中心的位置 在你攻击的同时做闪躲 这样可以避免被对手反击 所以当你在攻击的时候你要随时注意对手会反击 所以在你攻击后 你要回到你的拳击的战架取开距离 或是攻击后进一步做你要做的防守 那随时保持对手会反击你 以及要在攻击后做防守 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再来是我们的幼直拳打击身体 打的时候瞄准对手横隔膜的位置 所以右直拳打击身体一样 我们的目标会放在对手身体中间的位置来去做打击 转动你的臀部压低你的重心 那在攻击的时候要记得另外一只手不能掉下来 那像是这样 当你学会了身体攻击 就可以尝试做一下头和身体的组合拳 那为什么要打头和身体配合的组合拳 因为这样可以让你更好的骗出对手的防守空档 所以你可以打出一颗头部的刺拳 接着右手直拳打击对手的身体 那为什么这样子能够骗出空档呢 因为你刺拳打在头部 所以对手会不自觉的把防守拿高 那其实这时候身体就很容易产生空档 那相反的聪明的你应该也知道 如果要骗出头部的空档 那我可以刺拳打击对手的身体 接着右直拳打击对手的头部 让他防守下放以后 骗出头部的空档 像是这样 接着是我们的右手勾拳打击身体 那这个拳打击的时候 一样要压低我们的重心 转动我们的腿部 打击在对手侧面肋骨的位置 那这个拳的动作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搭配刺拳来去做上下的转换 可以刺拳攻击对手的头 右手勾拳打击对手的身体 像是这样 那你也可以在右手勾拳打击完身体以后 接着你的左勾拳打击对手的头部 这样的组合变化就是上下上 那这样子对手会更难去判断你的拳路 会像这样 那当你在做身体和头的组合拳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请你要注意 就是你要分清楚轻重拳 哪个拳是主要攻击的拳 哪一个拳是皇子 于你来说假如我要骗出对手头部的空挡 那这时候我刺拳打击身体 就是一个皇子 那这个拳就是轻拳 目的在骗对手的防御下放 那重拳 则是接着的右手直拳 所以会像这样 分清楚轻重会让你的组合打得更加流畅 更容易抓准机会打击对手的空挡 接下来是左手勾拳打击身体 那这个拳是我最喜欢打的拳 也是我打起来最有成就感的拳 但是我打这个拳用的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 班的教练可能会跟你讲说 你要先做一个闪躲 到好的预备姿势 打出左勾拳的姿势以后 再转动你的臀部打出来 这样子打出来的左勾拳 破坏力会比较大 那这个很标准没有不对 我之前也是这样打的 但是我在对打的时候发现 当我在一个有经验的对手面前 我只要一请过去 对手就知道我要打身体了 所以他防守就压紧了 发现了一个方式 就是像这样子的打击左勾拳 不去做前置的动作 直接打击 那这样打击的效果非常的好 我少了这个往左勾的前置动作 对手不知道我会打击他的身体 很好的方式可以抓到他的空挡 那你也可以像这样试试看 像这样少掉你的前置动作 左手勾拳 转动你的臀部 直接打击 所以如果你要骗出对手的空挡 你可以打击one two 在对手的头部 紧接着打击你的左勾拳 打击在对方的身体上面 像是这样 你的一二打击在对手的头部 他会不自觉的把防守拿高 那这时候直接转动臀部 左勾拳打击在他的身体 如果你有打中 他有非常高的几率 会坐下来被你给击倒 接着还有一个身体攻击 比较少人知道 那这个是冲拳 他有点像上勾拳 但不是上勾拳 那很多教练会直接叫他上勾拳 但是我会习惯称他叫冲拳 那这个拳跟上勾拳很像 但上勾拳是往上打的 这个拳是往前打的 比如说我要打右手的冲拳 那我瞄准对手横隔膜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的力量是 往前带进去的 那有一个想象的提示 可以让你比较好做出这样子的拳 就是要想象你的对手要 送进去对手的身体里面 那如果你有做到这样这样 送进去的动作 其实你的拳 如果打击到对手的身体 那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仿佛他的身体会有被贯穿的感觉 那你不一定要掌心朝上的打击 你也可以改变一下你的拳头的位置 你可以变成直的 像这样子送进去的打击 左手也可以这样打 你一样 送进去 或是 像这样子 大概理解这个冲拳的原理以后 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做练习 你可以在沙袋做左右冲拳的练习 想象把你的拳送进去的感觉 改变一下拳头的角度 这样子的练习就可以很好让你抓到这个拳的发力位置 那你熟悉以后 一样可以运用这个拳来去做身体看头的转换 你可以丢出一颗刺拳 接着用你的右手冲拳打击对手横根膜的位置 像这样 或是说你也可以左右打出两个冲拳 接着左勾拳打击对手的头部 或是右左接着你的右勾拳打击对手的头部 这些都是很棒的组合 看完基本六种拳以及身体攻击 有练习过的朋友们 我在这边恭喜你们 拳击的大致所有拳录你们都学会了 剩下的就是将它们配置组合起来做变化 打出一套专属于你的组合拳 那像我喜欢打击的组合就有很多种 随便讲一种就是123 这个组合前面的12是轻的速度拳 接着的左勾拳才是我真正要打击的重拳 所以在这个组合当中 右直拳我在打的时候不会完全的伸直 所以会像这样 那大家可以自由的去配置出你喜欢的组合 如果你还是没有任何概念的话 那我在这边讲几个初学基础实用的组合 来供你去做练习 那我用数字来表示 那这些组合分别是12 12 232 123 112 632 532 1232 如果你想更了解这些组合相关的细节 以及要怎么样打 你可以点击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会告诉你这些组合的细节 那我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功课 在我刚刚讲的这七种组合拳 帮它们配置出轻重拳 这些你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再给你一个更进阶的挑战 将这些组合其中一拳 配置出身体攻击 成功做完这些练习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也很开心看到你的成果 如果你还想更了解这七种组合 你可以点击连结 那里我会更详细的教你这些组合的打法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打的组合拳是什么 今天这部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请帮我影片按一个赞 谢谢收看 拜拜